下午3点15岁全红蝉重大决定 陈若琳激动落泪 粉丝热血沸腾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全红蝉的TV迷 给小明的视频 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全红蝉最新情况 大家知道在之前全红蝉是获得欧运会冠军 在随后的全红蝉中 也是收获两枚金牌 可以说作为全红蝉来说 一时间所有人都认识了这个15岁的小姑娘 在今年市井赛的比赛中 全红蝉表现非常出色 虽然说在个人项目输给了队友 但是呢作为全红蝉来说 他的表现依然能够让所有的人看得热血沸腾 我们希望全红蝉能够在以后的比赛中啊 越来越好 就在之前可以说作为全红蝉来说 也是宣布了自己的重大决定 就在刚刚呢 根据央视新闻客户端官宣的最新休息 全红蝉成为央视新闻最新一期的冠军四舅客舅链 交给大家一套优负的训练动作 这套视频播出之后呢 也是让所有的喜欢全红蝉的体育迷啊 是非常高兴 可以说也是跟着全红蝉一起练起来 这条视频发布之后呢 也是超过300万次观看 这足以看出全红蝉的巨大影响力 伴随着全红蝉此次获得央视的一个邀请 正式成为央视新闻冠军四个教练之后呢 意味着全红蝉将获得了更高层次的认可 通过本次全红蝉的一个人气 也是带动了更多人积极的参与体育项目 这对于国内的体育发展 包括全民健身 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可以说作为全红蝉的教练 陈若林来说 他也是激动落泪吧 确实全红蝉太棒了 无数的全红蝉的粉丝 也是为全红蝉热血沸腾 随着全红蝉的表现 加上本次的一个主力 也是让我们一起啊 为全红蝉点赞 也是祝福全红蝉能够在以后的比赛中啊 越来越好 包括下期奥运会中呢 能够获得更多的金牌 让我们一起为全红蝉点赞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下期再聊